莽小五是一只有梦想的猫 和大多数毛孩子一样 小五的梦想也是登高望远 可是前段时间树飞的离开 让小五的梦想彻底破灭 这天小五和鱼可约好在玻璃着见面 鱼可见四下无人偷偷地告诉小五一个大胆的想法 于是又点燃了小五的激情 前天小五趁大火不注意偷偷地爬上了大树 虽然树上有透明保护壳的阻止 但是小五并没有犹豫 一个妖马合一轻轻松松就上去了 小五一开始就是冲着高处的风景去的 并没有在半路坐停留 奶爸们得到消息后就慌了 赶紧拿着梯子过来一看 小五已经快到至高处了 抓回去是不可能了 用盆盆来引诱估计胜算也不大 所以只能赶紧拆掉保护壳 方便小五等下下来 小五在树上惬意地看着远方的风景 虽然熊猫滚滚们都是高度近视 但一点也不影响小五看那些模糊的风景 他静静地挂在树上吹着远方的风 享受着实现梦想的自由 好在小五也不是贪心的熊 没有偷袈裟的幻想 享受过后就乖乖地下树去找妈妈分享 谁知遇到了找他半天没找到的妈妈 盲妞妞 看着妈妈怒气腾腾的样子 盲小五赶紧又爬了上去 现在下去肯定会挨揍的 等妈妈气消了再下去和他分享那高处的风景 也许是爬树消耗太大 最终还是被盆盆奶给骗了下来 即使下来 盲小五还保留了最后的倔强 不是熊家想喝盆盆奶 而是我想妈妈了 所以说 做熊猫如果没有梦想 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